今天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台北十天 今天白天川普證實的最新白宮的畫面 他說有可能跟中國有一個短暫的臨時的協議 那中國承諾會大量的購買 包含了豬肉農產品跟大豆 沒錯 美中貿易戰最新的進展 就是我們看到川普表示說 有可能要跟中國達成一個臨時性的協議 那既然叫臨時性的協議 就表示這不是最終的協議 但是各位聽到臨時性協議 這五個字的背後呢 其實你要看到中國跟美國各自端上什麼菜 因為要妥協在這邊 彼此都必須要釋放出一些善意 那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美國農業部的資料證實說 中國大概在9月5號過後的那一週 採購的數量大概是大豆是60萬噸 然後豬肉是1萬噸左右 所以雙方都各自端出一個善意出來 表示說有可能要繼續往下談 那麼在這裡面我們也看到什麼呢 看到美國方面當然會有一些 國會的議員會質疑說 那你這樣是準備要投降了嗎 你的協議內容會不會過去你所堅持的那些部分 你要放棄呢 但針對這一點我們也看到 川普的這個顧問 Navarro他怎麼說呢 這個Navarro我們都知道 他是非常強烈的鷹派 Navarro的說法是說 這些國會議員很多人呢 在數白旗 只有我們是數美國國旗 那這句話當然是嗆得很深啊 意思就是說他們絕對不會走上這個投降 無條件的讓步這條路 但是在這裡面呢 其實有趣的是你要看的是 川普跟習近平兩邊到底各自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兩邊怎麼樣呢 兩邊要做這個所謂的臨時性的協議呢 在這裡面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當然有 他對川普來說有一個就之前股市在下跌的一個考量 但是在中國這一邊呢 我們都知道他之前對於美國的大豆跟豬肉產品 本身對於他做所謂的報復性的關稅呢 這就是欺商權啊 這所謂的欺商權就是說 我雖然對你課高關稅 但我中國自己是很大的大豆消費國兼豬肉消費國嘛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課的關稅反映到終端價格的時候 一定會呈現在物價上面嘛 所以我們光是以豬肉來說好了 各位可能沒有想過就是說 我們在中國的一個這個所謂的圖片網站上面 他叫放四八 那為什麼要放四八 就是放四把的意思 他專門在PO一些很好笑的照片 結果那個照片是什麼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照片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說 他PO出來的照片呢 炫富 各位可能沒有想過有這麼帥的炫富的方式 真的 多帥啊 直接在脖子上面呢 土豪就掛一條豬肉 叫做炫富心方式 然後這個炫富心方式呢 你看有豬肉就是有錢 你有聽過這種說法嗎 我們在台灣這麼久沒有聽過這種講法 哥有的是錢 有豬肉就是有錢 是不是 那從這個網站會PO這件事情就告訴你 在中國的豬肉價格面對到比較險峻的狀況 所以在中國我們也看到有網民留言 拜託國家注意二師兄的價格吧 乍聽之下你想說二師兄誰啊 去看一下西遊記好不好 大師兄是孫悟空 二師兄是豬八戒 所以請關心一下豬八戒的價格 意思就是中國的豬肉價格上漲真的是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中國在8月份我們看到糧食價格 它同期比較呢 大概是上漲30% 可是呢 這個食物類價格雖然 去產品的價格雖然是30% 但豬肉價格更高 可以到40%左右 所以豬肉價格漲的情況 我們看到什麼呢 看到是在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明月嘛 就豬肉價格再漲也就算了 不但漲 而且有些地方還限購 規定說你最多就是買兩公斤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看到一件事情哦 我們從這個國外的一些資料發現 這個原來中國的豬肉也是作為戰略性物資 所以它要釋出戰略性的儲備來幹嘛 支援民間的需求 所以變成說這個豬肉問題 中國如果沒有處理好就會變成政治問題 因為中國太多產品都會用到豬肉嘛 所以我們也看到中國呢 它的豬肉消費量一年是七里頭豬啊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你看到中國對於豬肉跟大豆這件事情呢 為了不要讓它變成政治問題 所以他們在這上面呢 開始有跟川普妥協的這個跡象出現 很久不見到